大家好 今天來看一下男士的整雕內膽派克服 都是黑雕整雕的 首先來看一間超長款的 大概有一米二長到小腿的 這個當然價格也比較貴 因為這個內膽做的比較長 內膽差不多也要到大腿了 一般的內膽也就到腰 而且帽子裡面也都是雕 上升效果看一下 裡面整個內膽都是整掉 拉起來之後效果 帽子我沒有擺正 看一看帽子掏起來之後的效果 最後再給大家看一看這個內膽 很長的基本上到大腿了 下面只留著一小段段的棉 而且這個雕的品質也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看第二款 這是一個75公分的半長款 裡面也是黑雕整雕 當然這個後期的話 我們基本上做青根雕了 因為青根雕的性價比高一點 稍微便宜一點 上升效果看一下 都是比較低調的商務款 後備也非常簡單 用的都是濕滑的三方面料 然後看一下第二款 這個是黑雕整雕的 跟第一款差不多 只不過袋口稍微有點變化 前面那個的話 大部分是做青根雕的 這個就是做整雕的 前面那個是拉鍊的 這個是插的 裡面也是黑雕整雕 也就是說帽子裡面是綿的 然後平時的話帽子可以不用當一個利鈴來穿 裡面也是黑雕整雕 也就是兩用的 習慣帽子可以套上 不習慣帽子可以拿掉 看一下這個帽子可以脫鞋的 裡面是黑雕的整雕 然後來看一個灰藍色的 也就是灰色的 裡面是青根雕 青根雕的話中間都是斷的 其實從薄暖性來講差不多 只不過稍微有點糊毛 青根雕的話 但是價格比雪雕要便宜一些 差距也不是太大 這個顏色稍微顯得有點不一樣 跟黑色 長度的話75左右吧 最後還是來看一個水標鏈單的 短款的大概70公分左右吧 上面加了一款隔布 其實隔布下面也是整掉 裝飾而已 這個稍微顯得年輕一些 拉鍊口袋 拉起來之後的效果 透明 今天的男士水標就給大家看到這裡吧 好看視頻 輕鬆有收穫